如果連疫情防治都不能真心合作 哪來的兩岸一家庭 睽違兩年的元旦文告 蔡總統措辭相當強硬 針對兩岸問題毫不退讓 言談間更亦有所指 暗批柯文哲 我們更不反對兩岸之間的城市交流 不過兩岸之間的交流要健康 要正常 不能靠模糊的政治前提 或者強迫就範的通關密語 蔡總統搶回話語權 看似強硬回擊對岸 那更像給地方政府下馬威 元旦文告還提出四個必須 向對岸聲明立場 也向地方政府劃清楚河漢界 兩岸政策是中央的職權 那我們的責任 作為一個中央的執政 就是要確保 在這一些名詞的使用當中 台灣的主權是不會被侵害到 在高雄市政府 因為兩岸議題的主權部分 是中央的權限 那麼高雄身為地方政府 會積極爭取的是 經貿還有文化的交流 順著蔡總統的套路 高雄市政府也提出三個必須 包含必須為兩岸人民的 共同利益努力 必須交流溝通 必須相互尊重 強調兩岸關係 應該多一些經濟合作 少一些政治對抗 他還是在給自己打強心針 表示我還是中央民國總統 你們大家都還是要聽我的 所有人去講什麼都不算 何必這麼麻煩 寫什麼四大必須三個防護網 其實就一句話 你當初九二公司不就結了嗎 你就根本不用講這些廢話 兩岸關係降至冰點 地方政府積極找出路 蔡總統除了強調主導權 配套措施到底在哪 外界彷彿物理探花 這有吳柯源 郭光君 台北報導